Hello 各位早晨 剛才已經播了三首歌 包括有宇宙人的舊歌神秘河流 Boxing樂團的有機妹 以及孫勝希的Where Will You Go 今晚歡迎各位Call in 我下個星期就去旅行 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今晚開節目和大家聊聊天 Call in 方法依舊在Skype找我 HowtinLive H-O-W-T-I-N-L-I-V-E 你加了我,然後留言告訴我你想Call in 我稍後的時間就會叫你進來 現在第一件事首先講了一些重要的事 現在應該看到畫面吧?我猜 就是這個性別公義事工 他搞第二輪的survey 我讀一下他自己的message 他就說不再沉默 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的經驗 你好,我們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性別公義促進小組 2012年K小姐事件揭露之後 我們曾經在2014年就教內性騷擾的情況 就是進行過問卷調查 很可惜全港1230間堂會裡 只有12間願意參與 反應未如理想的話 真可憐 1230裡面只有12間願意參與 就是少於1% 在這個期間我曾經去到不同的堂會 或者基督教的機構分享 推廣教內防治性騷擾的意識 並且鼓勵教會建立一套公開透明的 防治性騷擾政策 確保當事人的權益 並且避免沒有足夠事實下 就是對教會的控訴 他之前搞過這些問卷調查 但是沒有什麼人參與 這件事其實我如果沒有記錯 之前我也訪問過 這個機構裡面的一位員工 那時候我已經是笑他 因為他的問卷是沒有辦法 沒有代表性 他有填問卷的回答 就欠缺一個代表性 因為太少人參與 但是很多人不願意參與 這件事都很值得留意 就是拒絕參與 有些人拒絕參與 另外他也分享過一些故事 就是他收到一些信 就被人罵 被一些教內肢體說他們搞事 就是想做這些關於性騷擾的 survey 那你聽回我的舊節目 就可以找到 他說自從上次之後 他們仍然陸續收到不少 教內性騷擾的投訴 加害者的手法就愈見猖狂 據受害人稱 教會或機構的處理 往往是不了了之 間接縱容加害者 就是再次凡事 這些受害人 一再被禁聲 大多的情況下 只能夠為他們帶來巨大的創傷 在身心靈驅逼的情況下 離開所屬權解 所以這個機構 依然希望能夠收集 有關教內被性騷擾的經驗 找出常見的凡事手法 成為一種民間監察和充權的資源 等等 所以他做了一個Google document 在網上 如果是對於這些事 當然像我這樣 我很關心這些事 所以我是希望 這些問卷不是每個人適合填的 但你沒有資格填 就像我這樣 沒有資格填的也可以分享 如果你是適合填的 有過這些經驗 或者聽過這些鬼故事的話 你可以幫忙填一下 這樣就更好 勞煩各位參與一下 老實說 現在最近 因為馬丁路德 改革幾周年 最近很多人在說 改革教會 顛覆教會 那些 我一向都沒有參與 有人想訪問我 我都不去 因為 至少對我來說 可能別人是說得很specific 只不過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對我自己來說 說到怎樣 改革教會 好像很空泛 你要改到怎樣 甚至乎 我幻想 現在 如果我們現在 是生存在 馬丁路德 我們正在回馬丁路德 那間教會 我們可能都想改革它 當然有些事情是不開心的 老實說 我覺得是很空泛 如何改革 這麼多事情可以改革 但如果你問我 有什麼 個別的事例 我覺得是不能容忍 例如 例如 港島入 又或者 那些 團契組長 經常拆散鴛鴦 有些牧者 想幫人 找老公 找老婆 有些主張 成功神學 說你發達才是 你受到 上帝的祝福 的證據 我覺得這些事情 很無稽 但又未至於 不能忍受 但如果你對我 有什麼 完全是不能忍受 我覺得這些事情 是不能忍受 除了有這些事 是不能忍受 很多時候 教會處理的方法 都是不能忍受 叫人收聲 不要報警 那些 所以 我一向以來 我會覺得 我最關心的東西 這個 簡直是第一 當然 我花很多時間 說其他事情 例如 那些 影音視團 尋方舟 那些 那些 我覺得都很重要 還未到這個 這麼重要的程度 我覺得 影音視團 因為實在太低B 令事情搞笑 有娛樂性 所以經常說 又未到 這麼重要的 所以 我也希望 各位 留意一下 看看可以在哪一方面 為這件事 貢獻一下 難得 有人 做 不一定 知道嗎 這些問題 過去這麼多年 其實一直存在 沒有人正式處理 好像這個機構 其實他們已經掛念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那個 排頭 已經 都幫不了手 所以 現在 算是有人在搞 是需要 支持一下 支援一下 是吧 就是 分享一下 也好 其實